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才有这样子一个成果 可以告慰我们2300万同胞 因为它已经有1730多万辆的汽机车获得投保 但这一次的修法 我们却感觉是很美中不足的 第一个 它是时间上的修正 譬如说五个五日内 第十九条五日内 那个改成四个工作天 或者是十五日内改成十个工作天 不论是十九条四 二十五条或者三十五条的修正 其实有的时间还并没有 并没有节约 实际上甚至于还更长 这个是我们无法忍受的 第二个 有关分期护航的四十九条的规定 它也只是六千块钱到三万块钱 有车阶级 哪里需要分期护款 增加行政的负担 最后 我们认为 强制气责任理赔应该是朝着降价 而不应该继续提高 他的理赔金额或者扩大项目 这一点是我们未来要努力的方向 我们希望修法是好 是要做好 谢谢大家